浪漫其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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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真的很感谢霍博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给我们做这样一次采访 我们知道您不仅是一位活佛 在本教联合会担任着副会长的职务 包括在国家也有很多的这种政治的这种任务 而且您自己的寺庙还包括建设和管理的任务 那么很多弟子都跟我说 就是师父太忙了 那么我也是想着 师父怎么能够在这些这么重的任务之中 能够去怎么说呢 就是都很好地能够去胜任和完成的呢 对 其实反正都是一个做事的一个方式方法 那我们就是从小受的是这个佛教的教育 说实在的比其他人和我们之间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是学术之躯 吃喝拉萨都差不多 但是其实内心的状态肯定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平时呢心比较平静 所以处理事情呢就比较讨当 比如说我在以前也是你刚才也说了 我以前在担任这个德国营经院的院长 又是县里面当成大副主任 又是寺庙的活佛 同时担任很多这个委员那个代表的 但我在一般 比如说我在汉地北京 那我在那时候 北京主要的一个是学习 第二个是因为我到了营经院院长以后 德国营经院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的很多的工作都得到国家文物局去协调 那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把家乡的寺院的工作 以及营经院的工作安排很妥当 我觉得就是俗话说的好啊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我是很相信他们 然后把交代完了 我到了北京 我就做北京的事情 除非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几乎不会去考虑寺院里面会怎么样 或者营经院怎么样 我把北京的事办完 但一到营经院确实是同样 我把这个寺院和其他的事情 可能不会考虑太多 把营经院的事情做完 到了寺院也是如此 所以这样的话自己心也不会太累 所以就是很多人 为什么工作量大了以后很累呢 他时时刻刻都会 既想这个也想那个 所有的事情都张在自己的心里面 既解决不了 但是自己疲惫不堪 所以这个我觉得 跟我的修行确实有很大的关系 用来买的事 在那边 我今天说 对 对 我来说